好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Sysco的Umbrella 介绍一下 首先啊再说一下Umbrella 在收购之前 叫OpenDNS 然后呢收购完了之后呢 司科再把他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SG1加进去 他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他的一些防病毒加进去 他的一些防火墙功能加进去 然后呢全部 拼接在一起之后 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叫做Sysco Umbrella SASE 就没有东西 但是呢在这边他的最 本质的基础是当年OpenDNS 打下的 那么OpenDNS最绝妙的功劳 就是DNS安全 所以说呢司科我看了一下 我见过其他厂商的SASE 最不错的 真的就是DNS这块 做的确实不错 其他的我没太看上 但是呢 DNS这块确实做的不错 DNS确实太好使了 就是简单把DNS一纸就结束了 贼老好使 好吧 很简单 当然呢 DNS的安全呢 他不完整 对 所以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功能 其实DNS也都能帮你解决了 但是毕竟 你还可能还需要更加深入的 对一些 DNS嘛 比如说 DNS解析算是正常的 但是可能我里面还有病毒啊 里面可能有些恶意软件啊 里面可能有些不该发的一些 这些文件 比如防数据流失啊 DNS确实不是万能的 但是基本的安全的话 DNS大部分都能给你造住了 就是毕竟你什么流量不过DNS呢 黑客这些木马 他也得DNS 好吧 所以DNS只要 你怎么要DNS 那么我在DNS给你卡住 绝大部分的问题 都能够在DNS什么时候给你解决 当然确实咱们也说 确实有解决不了的 OK 你再配合点其他来解决 其他的配合的呢 我就觉得看起来就比较一巴了 但时刻这一块 DNS这块 确实比较流 好吧 他比较轻量级 比较轻量级 比较简单 比较节约资源 配起来也比较简单 快速上限 确实有优势 比其他的一些真正 其他真的是要装一个客户端 然后真的要微拼连过去 这感觉就比较重 比较难以部署 好吧 不像DNS那么快捷 就太简单了 好吧 Sysco的SASE方案 将领先的网络和安全功能 结合在一起 结合到一个云原生的服务中 对吧 刚才我说了 什么叫SASE 首先是云交付的 云原生的是一个云交付的网络和安全 网络就是云交付的SPU案 安全就是云交付的安全的那些防火小类传的网络功能 好吧 它分为三个内容 一个是Connect 一个叫Control 一个叫Converge OK 简单的说 就是说 Connect很简单 就是 就是不管你在哪 都能连过来 就这么简单 你远程报号 报号 然后呢 DNS也可以控制 然后呢 IPsec也行 SD1也行 反而不管怎么地吧 这个Connect就是说 不管你怎么地 你都能连过来 它叫Connect 第二个呢 就是Control 然后呢 简化安全性 简化策略 并且通过多功能云安全服务 增强保护 其实也就是 你连过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安全 比如说 DNS安全 分段 防火墙 CASB SWG 防止与流失 解密 等等等等 这叫Control OK Convergy呢 就是说 其实就是一种 就是整合 那么我们是一个单 又来了 单一厂商的 你看 这现在很多广告 他们就这么打 比如说 我们是单一厂商的 你看 他们的东西 要那么SD1 你看 有这个厂商的 用那个厂商的 你说 你每个厂商 你都去 去配置 很麻烦 然后呢 每个厂商的数据也不同 一 你没有办法在统一 这个地方统一看 其实斯科也不行吧 其实斯科 你看 他的Viptunel 他的Viptunel 和他的Sase Umbrella 整个 其实就是一个通过 一个隧道打过来 把流量引过来 对吧 然后Viptunel 不是也是独立网管吗 这个不是也是独立网管吗 反正广告 就是个广告 反正你也就这么听 就得了 好吧 然后呢 云的管理及服务 就是云端交付的 这个确实就是说 在统一的一个界面 在统一的云端位置 然后呢 在统一 什么都派完了 这确实比以前的那些 要好得多 以前的各个地方都要派 什么东西都要整合 还要自己管升级 你还要维护 现在没有 就是 我是个单一厂商的 在统一的一个位置 就啥啥啥 全部都在一个地方 咱们就搞定 好吧 这就是他的三个主要功能 什么地方都能连过来 有丰富的控制 然后呢 在单一的一个位置 云交付的这么一个管理界面 统一全部 配置和监控 在云端都可以做到 好吧 好 然后呢 他的扛内三个解决方案 分别是能够把分支连过来 分支 分支这块主要就是SD-1 用SD-1技术 然后把分支连过来 那可以 通SD-1技术 可以跟其他的核心 跟其他的中心进行通讯 然后呢 也可以把一些访问云端服务的 或者上网的流量 通过这个Sase 通过Cisco Umbrella来控制 这是可以的 漫游用户也是 那漫游用户呢 你可以 你可以 把流量 可以VPN 你把流量引到云端的Sase 然后呢 在云端这儿做控制 可以让你访问 公有的应用 也可以 再给你回到SD-1 或者IPsec 然后呢 去让你访问 私有的应用 位于你的分支站点的 私有的应用 也是可以的 好吧 你的Home Office也是 比如说你整台小录录器 你也可以拿录录器 建立一个隧道 这是SD-1 对啊 最左边这个SD-1 中间这个远程拨号 右面这个呢 就是IPsec 你这么理解就行 好吧 就是IPsec 把流量引过来 也是公有云也没问题 室有云也没问题 这就是整个设计 SD-1 远程拨号 IPsec 反正不管怎么立吧 就是扛线这些方法 就反正怎么都能给你连上来 OK 不管SD-1来的 远程拨号来的 IPsec来的 反正怎么都能来 然后呢 统一到云端 在SUS在云端 然后统一进配置 然后你控制 然后你去爱去哪儿去哪儿 你去上网没问题 你防御云端应用没问题 然后呢 你再回到SD-1 或者说再用IPsec 连到里面 私有的这个应用里面 反正咋的都没问题吧 各种连接方案都可以 好吧 好分支连接 其实它这就在说 这个就是SD-1 上面就是说 没有SD-1的话 那你用传统IPsec的话 那么有效和最佳的路由网络流量 可能具有挑战性 其实也就说 要用SD-1嘛 对吧 为什么说 应该这么说 我讲 我今天有安全的学员进来 对吧 那我以前讲 IPsec 私科的VPN技术 我讲了很多 后来呢 数据中心牛逼的时候呢 我又有玩 讲了一段时间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的二层VPN那些 OTVVX烂的 我也讲过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这几年呢 我主要讲 讲SD-1会比较多 其实都是VPN SD-1是更加 智能的VPN 你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 传统VPN几大问题吧 传统VPN几大问题 传统VPN第一个特别难配 读个站点特别多 配置特别困难 而且选路基本上 完全以上于动态路协议 这个确心玩意儿 动态路协议 它的功能就非常有限 你知道吗 做点主备也行 做点负载巡衡也还凑合 它也就这个意思了 好吧 所以动态路协议本来就比较缺心眼 好吧 那个功能比较 就比本来也就比较差 而且配置真的很困难 好吧 虽然说斯科的VPN配置也很困难 但是其他的SD-1配置 那是相当的简单 好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其实以前的 VPN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不是VPN的问题 就是这个QS 就是以前吧 咱们也有QS 也有老师在讲QS 但那个QS在玩吧 基本上也就逗留玩了 那么也是几乎没法配 配置量也巨大 也几乎没法配 OK SD-1呢 也能够在很好的 在这个 SD-1的环境 做一个全局的应用识别和QS 然后呢 更好的去 更加优化的 这个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随便接 你可以有 有这个宽带网络 有 有5G网络 有MPS网络 你随便接 你接多少网络 然后呢 它能动态的去 基于目的地址 基于应用 甚至基于带宽的费用 因为5G和MPS都有费用的 好吧 来动态的去计算 智能的去计算 然后呢 用哪条链路 是最优的 然后呢 来保障这个流量的最好的 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呢 它 配置起来更简单 更加智能 能够同时利用多条链路 不仅能够 它能够实时的计算 延时啊 抖动 而且还能够 计算费用 用MPS 或者说那些5G都是有费用的 基于这些条件 然后呢 再基于应用的状况 你可以做全局的QS 来做更加智能的选路 其实SD1就是更加高级的VPN 好吧 反正这个时代就在进步吧 好吧 反正现在我主要讲的SD1会比较多一些 我的VIP的下一文课呢 应该就讲这个 Aroba的Snever Peak Aroba的Snever Peak 可能你们没有怎么听过 但是那个Snever Peak 银峰吧 Snever Peak的SD1还是比较有名的 也是在民导者向前里面的 现在被惠普收购 现在是Aroba的SD1了 好吧 好 这个Branch 其实就在说SD1的事 这个图就 这个就是画的SD1 好吧 好 然后基本上呢 你看他就是说 SD1吧 所以说作为 服务的广域网管理 云端 交付的 及服务的 SD1的云端的管理 然后呢 可以基于目的地址 目的 可以基于成本 就是MPS和5G 可能有成本 还可以把多条链路 智能的汇聚起来 智能的选路 而且如果说某一条链路 它的质量下降 或者说断了 或者油用塞了 我们可以重新再选路 重新再选路 甚至可以支持 我利用这条链路的上行链路 我再利用那条链路的下行链路 来走异步流量 也都是可以的 它会动态的算哪条链路 更加适合确保就是A应用能够更好的确保它的服务质量 OK好 这是第一个 就是毕竟Sase包含SD1的 好吧 然后紧接着就是漫游用户 漫游用户 这个也是前段时间 我记得我就做一个司科的一个 叫做什么报告 好像是网络报告吧 就是工作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地点 就是说反而工作 就是工作 不如工作了 但又不是说一定要在公司来工作 这个话我觉得说的就 其实以前 我觉得挺好的 我基本上不去公司了 现在很少 比如说各位想在北京实验室要见到我的话 一定要预约 当然我离北京实验室特别近 我一启动电动车10分钟就去 好吧 但是你一定要预约 我几乎是不会在 我几乎不在北京实验室 虽然说离得很近 你说一下我也能去 好吧 但是我觉得 就是在公司很多人在一起 还是比较有氛围一些的 好吧 咱们不说工作吧 我觉得咱们学习也是 我认为 如果你学习能力强 比如像我 在家学习是很好的 没人打扰我 我想怎么地怎么地 但如果说你的自制能力比较差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到 到人多的地方去学习会比较好一些 有朋友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学会效果好多 在线学习确实还是 对于你学习能力比较差的话 确实效果还是不好的 好吧 我说了有点多了 远程不好的客户有两种 一种就是受管理设备的用户 我两个都会讲 什么叫受管理设备的用户呢 做预诊盒 然后呢你 你连上 你装一个这个Sysco Secure Client的话 你连到他的云端SaaS的话 就不用再认证了 他自己知道你的账号是多少 OK OK 而且这样的话 你你 受公司管控 公司还可以装一些客户端啊 装一些防火墙的东西 可以更好的保护 还有一种呢 就是就是为管理的用户 就是这些客户在家呀 或者是用自己的设备来访问 那比如说一会儿 就是拿我的个儿链脑 我的个儿链脑啥也不做 好吧 我也能没表护 我主要讲DNS 我直接用我的个儿链脑 来讲DNS安全 就什么都不用装 就DNS一设 其实就 就能搞定 有两种类型 好吧 当然这个明显还是 至少要装客户端的吧 要装客户端 连到云端 然后呢去访问 公有云的时候控制 私有云的时候控制 OK 当然呢我今天主要讲DNS安全部分 DNS安全真的就DNS安全 那肯定访问不了私有应用了 这就访问不了了 好吧 就什么也不用装 我的电脑把DNS设计就能搞定 好吧 Sase就是卖用用户 首先呢它作为服务的VPN用来提供与私有云资源的网络连接 连上来之后 它可以帮你去连到私有网络里面去 当然呢也可以支持无VPN 这个东西大家了解一下 这次我不讲JTN 因为思克JTN 因为我查了 要用最新的Five Power 做整合才能玩JTN 我们这是不设计到的东西 我们只设计Umbrella这块 好吧 这个概念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其实一年前就讲过 我给大家比较过 微信跟JTN有什么区别 微信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微信基本上就是真的是 你拨上去了 你的你感觉就是一根线 你接到了公司内部 你连到了公司内部 你跟公司内部有三层访问 你真进去了 这叫微信 一般来说比较麻烦一些 比如说你要拨北京 访问北京 拨杭州 访问杭州 比较麻烦 JTNA 基本上 当然这是可以整合的 好吧 当然我今天没有搞Five Power 所以我给整合不了 零信任往往是这种代理 你不拨过去 零信任就是说 你可以来个Five Power 给做个JTNA的代理 可以把代理 可以把里面的应用 代理到互联网上来 杭州的代理出来 北京的代理出来 然后你访问这些 零信任的应用的时候 直接通过域名访问 域名访问的时候 当你访问的时候 他会弹出认证 那里认证 一般来说三毛认证 那认证完之后 你就可以访问了 所以说呢 JTNA呢 是就是无微偏的 又不无微偏 就直接访问 就直接域名 你写域名 直接卡去访问了 他帮你代理 访问的时候有认证 一般来说三毛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就可以 就可以访问了 你不用关心这个应用 到底在北京啊 上海 行着这个 不用关心 你就输域名就访问了 好吧 在访问的时候有认证 你该输输账号 你输过了就没问题 这样基本上 这就叫 JTNA 我的进化论里没有讲 好吧 好 当然呢 DIA呢 用于网络漫油量 就是说你 普通上网 普通那些上网 你可以直接 本地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好吧 可以本地访问 当然也可以全部赶到云端 也可以是 就是你普通的访问 就是本地走了 云端呢 只是访问一些 我们公司关键的公有应用 和关键的私有云应用的时候 才会到云端南 也是可以实现的 好 Home啊 Home Office呢 就说这个 这个一般来说 就是一个IPsec 这个这就没有SD1 好吧 就直接一个IPsec 拨到云端 连过来 然后呢 这个可以为你的 在家办公吧 比如说有语音 视频这些 做一些相应的QS优化 这其实就是IPsec 好吧 这几个应该都会讲到 我说一下 对 这是我的一会儿 我们要用到的图 给大家看看 用到图 这种 什么都不用抓 纯丁S安全 就拿我的电脑 就现在我给你 假的电脑 我给你们玩 好吧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要装客户端 装客户端 我主要就用到这个 中心站点的Win10 中心站点 这个Win10 它要装 Sysco Secure Client 它要装客户端 它要把流量 引到云端去控制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就是我一台入屋器 C8KV的入屋器 我有ICsec 相当于就是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 Home Office OK 那中间这个呢 就是装 相当于是装了客户端的 这种远程客户 这个呢 就是不装客户端的 纯丁S的 三种 应该都会讲 我们都会讲到 好吧 好 看一下 Sysco的这个 Sysco的Umber OK 它主要就是 你通过SG1 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播过来 那么主要几个功劳 最经典的DMS安全 今天应该会介绍 然后呢 就SWG 就是说呢 把网页 网页流量 HTTP HTTP 那么由它来做管控 然后呢 来访问互联网 上网安全吧 可以这么理解 云交付的防火墙 防火墙是防火墙 三到四层流量 或者说 或者气息应用 这次防火墙 没什么可说的 云端 然后呢 你就可以做防火墙策略 然后有什么原地 什么目的地 什么端口 什么应用 协议 就在玩 好吧 这就是这个 这个SecureWeb Gateway 主要是对 HTTP HTPS流量 上网流量进行控制的 这个呢 就可以对 网络 就是说 你访问 访问一些站点 对吧 不是公司 还有好多站点吗 好多网络吗 你可以有防火墙在控制 CASB呢 主要就是对 云端的一些 SUS 大事应用 比如说 OFEN365 一些云端的一些 办公自动化系统 就那些东西 做一些更加深入的 精细的一些控制 大概这个意思 好吧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就是那个 他的这个 威胁情报系统 那这个就说呢 这就说起了表须吧 就他的TANOS团队 那威胁情报系统 就说呢 你看我们天天的 这个收集了这么多DNS信息 收集了这么多威胁 我们有杀盒等等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便于你 应付更多的威胁 快速的响应 这些就比较 物虚了 好吧 OK 那这就是 Unware的主要的几个功能 我们都会讲到 但是这个 太无虚的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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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弄 他就说 我天天分析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比较牛逼 太无虚的 我没法给弄 好吧 那 这几个都会讲到 好吧 OK 好 看一下这个流啊 流 就是他的Umbra的流 首先 是 DNS安全 就是上来 他这个技术 说过 他最核心 就是DNS安全 首先呢 他 你的客户 首先 先做DNS 你不管你访问哪 你不是DNS安全 你不是先要做DNS解析吗 然后呢 你要把DNS全部引到他的这个 他的云论DNS上面去 所以呢 首先第一步呢 就DNS安全 只有在DNS安全 DNS觉得你这根本就是恶意站点 或者说是一些不安全的一些站点 直接就给你干掉了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下一步了 好吧 DNS如果觉得你就不行 直接就给你面了 只有当DNS觉得这事还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 你才你的流量才有可能被送到云端来 否则的话 DNS直接就给你灭掉了 送到云端来之后 看一下啊 先是DNS 然后送到云端来之后 先过防火墙 防火墙比较简单 就是原地址 目的地址 然后什么端口号 什么应用之类的 这比较简单的 防控制 好吧 防火墙 简单的防控制 好 如果你过了 如果说是80和43的 它会给你交到SWG 就是网易安全这一块 上网安全这一块 那么你看那里有没有什么策略 然后强硬的做策略 OK 好 如果说SWG也过了 或者说防火墙过了 也不是HTTP43的 那么他们都会去做LAT 什么叫做LAT 就是说你们全部送到云端 然后呢 由云端处理完了之后 处理完了之后 它不可能保留你的真实Ibps吧 你真实Ibps 你比如说访问云端的SASI 它通过互联网又回过来吗 那肯定你从这个SASI去访问云端 那么回来的时候呢 也要回到这个SASI上面来 双向流量调过SASI嘛 所以说SASI这个出来的时候 肯定做了一个LAT 转换到Sysco umbrella的相应的IP地址的出口 OK 所以这有一个LAT 然后呢 去访问云端的应用 云端应用呢 再回来 然后再处理再回给你 这么一个过程 OK 这个图还是比较重要的 先过DNS 再过防火墙 外包流量 过SASI 然后呢 然后都没问题 然后呢 过LAT 转换 然后访问云端应用 就是没个效果 这个要了解一下 好吧 就像后面我们在做策略 有时候我想 我想控制一些策略 但我发现我控制怎么不好使 后来我发现 我DNS就把它给干掉了 所以说这个SASI 我发现 好像没有用 后来发现是 DNS 就其实这个提前就给你处理掉了 就不可能轮到 你的防火墙在那儿 起什么作用 这个SASI起什么作用 它相对于其他的SASI 它确实就不一样 其他SASI的话 就没有DNS这个概念 就时刻的MV了 有DNS这个概念 好吧 其他的SASI就感觉 就真的刚才我这个比喻啊 就说啊 一个网线 你就拨VPN 明显有个客户端 明显有个VPN 你的流量就是被引导到云端 然后呢 云端就直接过防火墙 然后过SASI 记控制 没有DNS这个说法 思刻这个玩 他有DNS这个说法 就是DNS 不过你流量根本就 就本地就拉倒了 好吧 你本地就直接就拉倒了 好吧 那只有DNS觉得你这还 没问题的 或者存疑的 注意啊 DNS有可能说 就没问题 你就走吧 你到云端去吧 这云端 你看防火墙 管不管你 好吧 防火墙不管你就走了 或者说DNS存疑 DNS觉得你这个 也许是有问题的 他会选择性的 帮你做DNS的重影像 让你把流量 本来是送到目的地的 他要让你把流量 送到云端来处理 他可以选择性的 把一定流量送过来 好吧 所以说思刻这个玩 确实还挺烦人的 一会儿有DNS策略 又有防火墙策略 又有SWG策略 三个策略 感觉都能用 但是他们有个顺序关系 思刻有DNS 其他场合都没有这个概念 其他都没有这个概念 就思刻有 好吧 好 DNS安全 DNS是第一步 就是他在DNS和IP层面 执行安全 这个还是挺靠谱的 因为所有的威胁 访问 其实都是需要DNS解析的 没有听说过谁是访问 用IP地址访问的 对吧 你应该 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普通的客户 根本就不懂什么叫IP地址 对吧 他们也不可能用IP地址 来输入一个域名来访问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一定是通过域名 不管是普通客户 还是就算是黑客 比如说黑客 我给你种个木马 然后呢 让你去 让你去把你的东西偷出来 回连到我的云端的服务器 它都是DNS 他也不会用IP地址 谁傻 谁用IP地址 IP地址会被封的 IP地址是很容易被封掉的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IP地址这种连接这种概念 都是DNS 所以说思科这个东西以前就open店 专门搞DNS安全的 就专门玩这个东西的 只要你解析一些奇奇怪怪的 他天天 他说他每天多少个 他后面还吹流鸡呢 每天2000亿事情求 他每天会处理2000亿的请求 DNS吧请求就会比较多 对吧 他直接在这个层面就给你干掉了 而且他可以通过DNS解析 直接就能够知道你访问了什么样的应用 他的云端还可以可视化 就是能够知道你访问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他虽然说 他没有把你流量引过来 但他知道你DNS 他大概就知道你访问过什么东西 而且云端还可以分析你的流量 就直接通过DNS就能分析你的流量 OK 然后呢 他可以保留 比如说三四天可以在后续再进一步的分析 流量不可能给你保留 流量这些东西不可能给你保留这么久 但是呢 他那个DNS的都一直可以保留下来 可以变于后续的那个使用 这是一个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快速实施 那简直太简单了 DNS一色 个人电脑一色 你好死了 甚至啊 比如说 你要知道你们公司一般情况下 可能有个内部DNS 有个内部DHCP服务器 给客户发地址 然后有个内部的DNS服务器 你只需要把 然后呢 内部的一些客户 获取地址 然后呢 DNS是你们内部的DNS服务器 你只要把你内部的DNS服务器 DNS改了就全部都都好了 好吧 所以说这个DNS要来上线 就是要来保护客户 那真是非常容易就搞定了 DNS一改 全部都 DNS全部都改到了云端 直接就 他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安全功能 就直接就 就搞定了 OK 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轻量级 基本上也就不用吧 不用你这种大非周章的 把所有流量都引到云端 然后防火墙还分析就没有这个事了 好吧 直接DNS上面大部分的事就几分事 你看 这种保护水平 对于某些地点的用户而言 就已经就大 这就可以了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 去一定要去搞 搞什么SWG VPN弄过来 这基本上就完事了 好吧 好 SWG SWG 就说 那如果说你觉得 还是不好 好吧 DNS确实 虽然说已经很够用了 但是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去记录和检测 所有的Web流量 你也没有办法去深入的去 对里面 比如说里面有病毒 你也没有办法去深入 去分析里面的病毒 然后呢 有些SSO可能加了密的 那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密 那SWG就可以 SWG所有Web流量都送过去了 里面有病毒 我也可以搞得定 里面的这个 也可以对SSO解密 那里面的明文数据我也搞得到 然后呢 也能够对里面的应用进行精细控制 里面传的一些文件 我也能够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文件 可以做防水与流失 可以对URL进行过滤 然后呢 还可以整合它云端的一些杀盒 把一些有疑问的一些文件放到杀盒上去分析 SWG呢 确实就会更加高级一些 当然了 你到了SWG这块你就觉得思刻的Umbrella也就挺一般的 好吧 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像PALAUTO的话呢 别人功能会更强大一些 OK 到这儿其实就 就一般 好吧 但DNS这块确实还是不错的 防火墙就更一般了 防火墙就是防火墙没啥可聊的 就是你就可以把流量引过去 然后就其实先过防火墙再过SWG 好吧 防火墙就是防火墙吧 基于IP例子啊 基于章口啊 协议啊 甚至应用啊 然后做控制 然后可以有日志 就这个 就没啥可聊的 防火墙就是防火墙啊 CASB CASB呢 就是说 它有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说 你把所有应用 你其实不用把所有应用弄过去 你就把DNS弄过去 它就能够知道啊 你有些什么样的应用 在后台在跑 好吧 它会有一个比较有趣 意思叫应用发现报告 告诉你 你看你今天有这个应用 那个应用 让你看到 后台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好 然后呢 后台你可以看到每个应用的详细报告 它用了多少 多少流量 然后呢 这个应用是不是有威胁 它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是不是合规等等等等 然后呢 你就可以 然后呢 基于这些报告 基于这些信息 然后呢 来对某一个应用 就右键 做个策略 做个策略就是你不允许它 这就干掉了 好吧 其实这就是它的Casby OK 好 然后呢 这就是威胁情报 威胁情报就是说 它的黑客团队 Tunnels团队 然后收集了很多很多信息 不管DNS的 还有这些恶意域名的这些东西 每天分析很多的这些恶意软件 OK 所以说呢 你用它的话 那它就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威胁情报 能够更好的更及时的更全面的来来给你帮你提供威胁 这就比较无虚了 我也没法给你演示这个玩意 反正这些牛逼就得了 好吧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授权 我说一下这个授权 以前我基本上 差不多四年前 四年前 我有讲过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有讲过 当年我们应该 你们现在都可以申请授权 现在可以申请的 就是说 就是应该是最基本的 这个DNS Security Essential 你们可以到Umbra官网 你们就直接用一个邮件 应该就可以申请 这个好像不太需要 几天 七天都可以玩 但是几乎也 当然 它最核心的 那个DNS安全 那确实是可以玩的 好吧 那也是最精华的 我记得以前 就应该就是DNS Security Essential 就是网站随便可以申请的那种 好吧 但这一次呢 我是申请的一个月 但没有几天了 像7月4号就结束了 没有几天了 就是这个最高级的 SIG的高级功能 就是我这应该是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授权 是什么东西都有 我全授权 什么功能全部有 OK 不仅是什么 DNS安全啦 SWG啦 CASB啦 防我墙啦 防数据丢失啦 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有的 这是最高级的 我这次应该是申请的最高级的一个月的功能 好吧 下面呢就是下面就是三个设计啊 在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 就是中心 比如说中心里有大型站点 那么你可以建IPSIC 隧道过去 他说呢 如果我们打这个隧道 后面我们会配个隧道 他这个隧道有限速 每个隧道250兆带宽 他说你如果不够的话 你可以多来几个隧道 然后呢来做负载均衡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设计 分支 分支 这就 也是一个隧道 但是呢 其实可以用SD1 好吧 可以先连到Sysco的Umbrella 然后呢 再用Sysco的Umbrella再 怼到这个 他先 先用Sysco的WebTurnal 的SD1 然后呢 再用Sysco的WebTurnal SD1 再连到Sysco的Umbrella 上身边去也是可以的 分支 也可以用SD1技术 也可以支持沙漠整合 沙漠认证 我现在就是 沙漠认证 我觉得 可能大家有一个听的有点陌生 但是我觉得你们天天可能都会用 就是现在你访问任何一些互联网的应用 他会从运向过来 让你用什么微信认证 还记得吗 QQ认证 就那个玩儿 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沙漠或者OpenID 沙漠认证 现在是云端比较主流的一个东西 好吧 好 漫游客无端 漫游客无端的就是有几种可能性吧 那就是根本不装 就是今天一会我上来就啥也不装 就直接我的 个人电脑直接直接来 这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装这个Sysco的这个 Sysco的Umbrella Umbrella的安漫游安全模块 就是现在Sysco的最新的这个叫Sysco Secure Client里面的 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Umbrella的漫游安全代理 一个叫NAConnect SWG代理 那么前面这个呢是做DNS的 后面这个呢是做这个Sysco的 有装这个客户端的既有DNS安全也有 网易安全两个都有 好吧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装 好 那这就是简单的理论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做做这个实验 好吧 我们歇五分钟 歇五分钟 好吧